横池5正式发布预售了 有几个关键词 老设计师一条视频讲清楚 首先 这辆车价格很公道 横池5预售价格17.9万元 另外还有包括首批预定的前1万名用户 定金1万 抵2万车款 三店终身质保 三年内六折回扣等等相关的政策 相比于现在动辄230万起步的电动车 横池5的这个价格确实不贵 第二 品质感确实不错 横池5在效果图阶段 我就见过 这套方案是很标准的SUV构型 大轮口提升下方视觉张力 缩短前旋构建后座的运动姿态 所以这辆车的比例和姿态看上去 挑不出什么毛病 曲面 观影 漆面 配色都拿得很到位 新能源车 智能车的设计语言也大胆的运用 品质感构建的很足 内饰有两种颜色可选 内部主打的卖点是三连屏的贯穿设计 分别是10.25英寸的仪表显示器 14.6英寸的中控显示器 和10.25英寸的副架显示器 这个中控屏显示器很有意思 对角线是14.6英寸 但是屏幕是4比3的 而不是16比9的 所以这块屏幕的可视面积 要比传统的16比9的屏幕来得更大 做AR实景导航 这个效果非常的不错 第三条 该有的都不缺 现阶段 该有的辅助驾驶 横池5基本不缺 虽然比不上特斯拉小鹏那么高级 但绝对是主流水平 CLTC纯电续航602公里 实际使用打个汽车 400公里也是可以保证的 第四是销售渠道 作为恒大旗家的业务 恒池品牌将会在城市的繁华核心地段 拥有独立的城市展厅 所有恒大的楼盘 都可以和恒池产生硬性的连接 其他品牌最难解决的渠道问题 在恒池这里就不是问题了 好了说到这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下方留言我们下期再见